写在里面的好处是我就不需要再读档 然后不需要再格式化 那缺点就是因为有big file 所以呢你一个c元档案里面如果有中文的话 一般来讲现在的编译器都可以处理 但是因为存成big file的格式会有许盖工的筹码问题 各位知道什么叫许盖工的筹码问题 就是我们稍微搜寻一下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许盖工的筹码问题 许盖工是很有名的一个人 网管很忙许盖工的问题 下面是许盖工的问题 那他说OK 电脑上面因为许盖工这几个字呢 冲到一些码 冲到一些常用码 那所以呢大五码的问题 就是big file的问题上面 OK 他这边最容易冲码的字 就这些 那这些你都会看到他后面的是5c 那这个5c呢就是 因为他不是在127以后的 OK他在127以前的 所以这个就很容易冲到一些其他码 那所以 所以这种码往往在c元里 直接把它写在程式里面 会被视为是一种控制字元 那就编译不过 不然我试一次给你看 你就知道 我今天如果把这里 不客气后面加个许好了 好 那我把它存起来 再编译一次 哇 这么多汪灵 为什么 因为碰到了许盖工的充码问题 那如果我把这个许字砍掉 编过了 就这样 所以 有时候死的不知所以 这么多汪灵 谁会去看 那就是 就是中文 最好不要出现在 你的程式里面 那今天我想 我干脆就考各位一个问题好了 待会 请大家呢 利用 ScanF这种东西 然后呢 把这些 Q&A的 这个聊天程式的Q&A 把它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文字档 你再把它读进来 这样就不会有许盖工的充码问题 因为 程式里面只要不有中文字 你编译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 那我想想 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难 即使 我们把它独立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程式 会变得很短 那 或许也会更容易理解 但是呢 我先讲解一下 这个程式的意义 那这个程式 我们刚刚看到了 它的 它的用途是用来聊天 那你可以看到 OK 我们这里有一个聊天的范例 就是 OK 刚刚已经讲 我打Chatbot来执行之后呢 它会 先显示一句话 然后你问它 它会回答你 你再问它 它会回答你 那就这样子 它会一路跟你聊天 那聊到最后 你输入再见的时候 它就 会回答你 然后离开 那这是我们程式的写法 所以呢 我们的程式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里 这里 第一个 我们宣告了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叫QA 有Q&A的意思 Q&A 问题和回答 那 QA这个东西 我把它宣告成一个阵列 OK 那这个阵列里面呢 每一个我都设它的Q&A 那Q&A 这个 里面都会有一些问题 和一些回答 但是问题和回答呢 就是说 我这一个问题 比如说 你如果输入谢谢 那它就会输出不客气 OK 但是它不是 你一定要输入 谢谢这两个字才可以 比如说 你输入非常谢谢你 那它也会输出不客气 它是用字串比对的 只要你有这两个字 只有这 只要你有这个词 它就会输出那个 对应的东西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输入 非常对不起啊 然后呢 它会说 别说抱歉 或者是说 别客气 尽管说 会说哪一个呢 是用乱数选的 如果它有好几个的话 那它就用乱数选 那所以 如果你说 我可不可以 去美国呢 然后它就会问 问你说 你确定想去美国 像这样子 那我这边 故意用person s 为什么呢 因为 person s s在printf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它用sprintf 把尾巴印进去 所以我就故意用person s 这是为了c语言而特别调整的 那在其他的语言里面 通常我会用型号来代表这个就好了 代表后面比对到的东西 那比如说 我的小狗不见了 那它就会 它就会 回问说 你的小狗不见了 问号 ok 那你如果说 我 我想要吃排骨饭 然后呢 它就会回答你 你为何想要吃排骨饭 ok 那你说 如果你问他说 你是谁 然后他会问 你认为我是谁 你是不是周杰伦 你认为我是周杰伦吗 后面加个问号 你认为我是周杰伦 那这里我没有加问号 其实有点怪怪的 其实是可以加问号 那这边 认为 如果碰到认为或以为 那他会 会回答说 为何说 加后面的那个词 比如说 我认为你是一台电脑 然后呢 为何说 你是一台电脑 ok 但是这里会有个问题 我认为你是一台电脑的时候呢 他这边如果回答是 为何说 你是一台电脑 会很怪 应该会说 为何说 我是一台电脑 这个 这个是立场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 到最后我们会把 你改成我 好吧 最后 把你这个句子里面 比对到的 那个 句子 比对到后面 有你的东西 把它改成我 这样才会合理 所以在我们的程式的最后最后最后 这里 有一个 replace 我变成你 ok 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 那就是你说 以刚刚这个例子 就是说 我认为你是一台电脑 然后你说 为何说 我是一台电脑 这样才是合理的 所以你会改成我 那其他的呢 就是跟前面都是很类似的 那就一句 比对 然后只要比对到其中一个 就从答案里面选一个 出来 回答 那中间呢 可能会插入 你所问的句子的尾端 然后再把 你改成我 就这样 好 那这个 程式在做的事情呢 从组程式开始来看 好 组程式这边 一开始进来 它会固定输出这一句话 接下来呢 ok 会输出 这个 就是提示你要输入字 然后呢 这边 开始取得一个字串 这个question 取得一个question 这个字串 然后呢 就呼叫回答 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回答的函数 answer ok 那answer函数做什么呢 answer函数就是 它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一直找到最后一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这整个 阵列的最后 最后的q是nur 也就是说 它这里没有任何的词 那当它q0是nur的时候 就代表结束了 结束了 那结束的时候呢 它会从这很多句话里面 随便挑一句话出来 随便挑一句话出来 回答你 ok 好 那 所以在这里 ok你可以看到 从第一句话一直少 第一个q&a一直少 少到最后一个q&a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在那个句子里面发现某个q是比对符合的 某个q比对符合 怎么发现比对符合 用strsdr就可以了 找指示串嘛 从这个你输入的句子 就是这个question 就是使用者跟电脑交谈的时候输入的问题 然后呢 跟我们那个q&a里面的q做比对 那如果比对之后呢 不是nur就是有比到 有比到呢 就把尾巴取出来 就把尾巴取出来 然后呢 跳到found 这里我用了一个go to 那虽然很多人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用go to在软体工程里面 但事实上 在非常非常必要的时候 你任何方法都没有go to 比go to更简单的时候 还是可以用go to 所以我这边用了一个go to 因为我发现这里 真的最适合用go to 如果一比对到 就跳出来 这个意思 那跳出来呢 就开始做准备回答的答句的动作 那准备回答的答句 我们首先要看有几个回答 然后呢 我从这这回答几个回答里面 随机挑出一个 所以选出用random乱数 percentaccount account percentaccount 那就可以选出其中一个 比如说如果有五个回答 那我random 就是random之后 percent5 那就会取出零到四其中一个 ok 那接下来呢 这里做了一件事情 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快 delay 为什么要delay啊 各位待会如果你去执行程式 你可以把这个delay给去掉 你再用用看 你会觉得 我们会很明显的觉得很怪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 你一打下去 他答案就准备好给你在0.0001秒之内 就已经回应你了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不会是真正的人 所以故意delay 让你以为他正在处理输入 正在打字 打字需要时间 但是电脑印出来不用时间 几乎是零了 所以我要delay 那而且delay 每次都delay同样的时间也不太好 每次都打字都花零点 都花五秒 这很怪 那每次打字都是五秒 他就回答 超准的 人不会这么准 所以我们就再加个乱数 percent 有时候五秒 有时候六秒 有时候七秒 有时候十五秒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合理 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delay函数 这是用标准c的方式做的 那delay函数就做一个回圈 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取时间 时间还没到就一直取 那最后呢就把我改成你 就是刚刚那个尾巴的问题 如果他问你是电脑 然后电脑会回答说 你认为你是电脑 这很奇怪 应该你认为我是电脑 这样才合理 好 那所以最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印出去就结束 那这个就是模仿eliza程式 所做出来的中文版的聊天机器 那各位试试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出一题 请各位把这个程式改成用读档的方式储存这个Q&A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当作业吧 就上传到社团 那上传到社团 所以我们这边今天 出一个 随堂作业 今天是12月21号 把聊天程式改为读档的方式 用心你们的卡组档的方式 好 OK 好 OK 那我們有出了水塘作業 各位做做看